只多处擦伤 要如何赔偿呢 现在双方是进入到了调解的程序 而四组可能还要同时面临到的是 民行式的责任 机车左弯后 路的右边突然冲出一只狗 骑士当场撞上惨衰 还在地上滚了两三圈 我当下有看到也有踩刹车 但是因为他自己速度太快了 我当下也闪避不及 流行骑士全身多处擦伤 幸好没有酿成二次车祸 冲到路上的哈士奇 是路边民众饲养的 本来是用钢索系柱 另一端固定在墙上 它就是像这张锁定这样子的 对啊 然后还断掉 对 它自己断掉 宠物闯祸 加出防治所先针对四组开罚 饲养宠物在照顾上 有不周围的地方 造成用路人的一个伤害 可以磕三千元以上的一个刷款 另外四组除了赔偿其事的损失 还可能要面对法律问题 这部分就会有刑法的过失伤害的责任 所以它变成说 行事和民事上面都会有责任 机车骑士与哈士奇都有